大家好,我是大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大昆利用GoPro延时摄影功能记录的车友马叔叔这台床车全部的改造过程 大概耗时了能有半个多月时间 因为咱们有熟悉的朋友知道咱们这个厂房 从小车库到这个大厂房中间经历了很多困难 包括取暖,排烟,很多很多事情 进行这道车改造也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正常来说应该是大概十天的工期就能完成 话不多说,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这条视频大概可能会时间长一点 因为它是全部记录这台新权顺的改装全过程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大昆和小庄正在拆除车里的内饰件 给车贴保温隔音止震 因为当时厂房的取暖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大昆用了一个电暖器放在车里 给保温隔音棉还有止震板加加热 这样它的焦性粘度能大一点 不然的话它粘上容易掉 这个东西还是夏天做比较好 冬天做一定要取暖达到符合一定的标准 温度够了才能粘得住 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温度不够它焦性就不强 站之前你看大昆已经把这些止震棉 止震板隔音棉放到电暖器旁边给它加热了 贴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因为之前贴有吊的之后大昆都拿掉了 然后重新加热重新贴的 转眼就到第二天了 第二天也是继续在做保温隔音止震 马叔叔和阿姨跟我们一起来的 来了之后因为咱们厂房一直没有清理没有扫地 叔叔阿姨就从外面搓了点血进来 把灰和血扫在一起 这样整个给清扫了一遍 也是非常幸运被相机记录下来了 其实马叔叔和阿姨这阵来了厂房干了也干了不少活 又扫地光扫地就扫了两三遍 然后又烧锅炉又批绊子也是非常累啊一天 大昆和小庄在这边改车 叔叔阿姨在那边干活 我们同时进行着 也非常谢谢叔叔阿姨啊 完了帮我们分担了一些那个改车以外的工作 这一阵呢就是在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车内没有灯光 这个当时我们是没考虑到的 没想到这个车离比较暗 所以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有大昆给大家讲解 应该是还是可以可以那个能看明白的 整个记录完之后呢 大家如果全都看完 从头到尾看完啊 你应该你也会能了解这个床车改造的过程 不像有有些朋友啊 理解的那么简单 那我在后面做一个床啊 贴个保安革新指振 非常简单的事 其实也不是啊 你要学会了之后比较简单 如果说没有这个思路啊 还是还是容易翻功的 看到这大家应该看明白了啊 在头一天晚上啊 大昆和小庄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歌音保温指振啊 全都做完了 然后转眼就来到第二天 第二天大昆要给这个线简单传一下 一开始定的是把这个锂电石和逆变器啊 放置放在后置横床 这两个床向下边 但是后期有些改动啊 马叔阿姨可能决定把这个线 把这个锂电石和逆变器又放在前面了 所以说穿完线之后也没用 然后大昆又开始做这个地板 把原车地板拆来之后呢 然后铺上两张这个16毫米厚的这个石木多森板 大家可以把这些把这个视频收藏一下 这个改新权顺很非常实用啊 改别的车型 这个这个这个施工过程也都是通用的 放在地下之后呢 然后画上馅 这个时候大昆和小专可能进去吃中午饭了啊 看看我也是在看视频录这个口播 半天没出来 吃了一个泡面 我记得当天是啊 点开了九盏球泡灯 大家看天坊的那个球泡灯也是比较漂亮 画完馅之后呢 大昆在这个桌子上啊 用曲线具 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边缘轮廓啊 造型全部给他嘎出来 嘎出来之后呢 用这个修边机啊 再把它给修直 因为曲线具杆的这个这个这个木板啊 它不是纯纯直角的 它是有一定斜度的 所以说还要经过一些精细的加工啊 就是没有没有那么高端啊 就是再用修边机修一遍 两道工序 修完之后呢 把这个地板铺到原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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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指针板上面啊 看一下他这个效果尺寸合不合适 合适了之后呢 然后咱们要找这个高度 地板的高度 首先咱们那个地板肯定是要发块填充的 填充之后 它是实实的 但是填充之前呢 我们要把这个高度找平 因为它有一个座椅的底座 这个底座是有一定厚度的 原车的地板呢 有心全顺的朋友都知道 它笔记要空 然后踩上去之后不是那么实 放那个尖锐东西会把地板压破 所以说呢 它底下有很多泡沫 我们在这个地板下面啊 打了结构胶 铺上了一层地板块 小块啊 密度比较大 然后这样整个地板是实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白颜色的这个 打底地板 地板啊 已经铺上去了 然后大部分开始打发泡了 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今天叔叔阿姨 马叔和阿姨又来了啊 帮我们又干了一点活 地板壳裁完之后呢 也是按照这个造型 放上去先比回了一下 然后看看有没有不合适的位置 仔细的用壁纸刀子和这个剪刀啊 在这个边边角角处啊 修来修去 大坤还拿了一个大拐齿 当时应该是在找这个 找这个地板壳的直线啊 找直线我记得 然后可能是因为天气凉的原因吧 然后这个地板壳就非常非常的硬 不太好施工 所以大坤又在里面 加了一组电暖器 转过来呢 第二天这个地板壳没铺完啊 然后 大坤的爸爸来了 然后两个人又 仔仔细细的把这个地板壳给 给裁了一下 裁了一下之后 开始刷胶 分成两部分刷胶 看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刷完一半胶之后 大坤和爸爸晾了一下啊 把这个地板胶晾了一下 环保地板胶颜色是白颜色的 把它晾到全透明啊 没有白颜色为止 在展现是比较结实的 当时马叔阿姨也是不在啊 我们也是比较认真的 没有错过每一个步骤啊 不是说刷完胶直接给扣上了 也是完全按照这个 实用工艺给做的 刷完地板胶之后呢 然后上面压了一张 特别特别大的石木门 朋友们看这个视频 可以看到啊 一根黑色的石木门 就是为了让它这个 这个这个地板 地板葛跟这个车 底板 打底的底板接触的 比较牢靠 比较实 因为它是冬天嘛 如果夏天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它自然而然 那这个地板葛 时间长会塌陷下去 跟那个地板 打底的 打底这个木板 会产生一个平面 然后 就开始焊这个后置 后置红床 那个后置横床 那个架子 两个分体的架子 大坤的爸爸焊了好几个小时 焊完之后 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当时 是大坤记错了 不赖其他人啊 跟别人没关系 全是大坤的错误 当时 马叔叔跟大坤 最后定的方案 是把这个座椅啊 卡在后面这个位置 因为它有两个档嘛 这个新权顺 第二排座椅有两个档 卡在后边的位置 然后大坤给记成 卡在前面的位置了 所以后面这个床就加长了 大坤的爸爸 焊完这个床之后呢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床是短的 不是长的 然后打电话 跟马叔确认了一下之后 就是 焊的这个架子就白焊了 然后整个 卡开之后 又重新翻工了 翻工之后 把这个座椅往后挪 挪到后面来 之后 这个架子改短 再把它放上去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咱们前面 那个第二排 和主驾驶中间的空间 要给它加大一块 因为有两个高地柜 高地柜 里面一个放冰箱 一个放理电视和逆变器 因为当时 总有改动啊 马叔这个方案 不是确定的 那个确定的很准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 我就给记错了 这个东西 就是大昆的原因啊 其实我当时应该 给它记到小本上来 或者形成了一个 那个纸质的东西 放在我的那个桌子上 这样我随时看的话 都心里都有数 下回有经验了 就会改进 大昆的爸爸正在焊这个架子啊 把这个架子继续完善 焊完之后 里面可能有一些 那个滑动的机构 然后还有一些支撑的机构 还有躲那个七蛇龙骨包的位置啊 这个这个角度 都把它这个方管 那个位置都给确定好 然后给它加固住 也是第一次录这么长时间的口播啊 我也是完全看着这个剪辑好的视频 然后再录着口播 有一些口误啊 或者是这个吞字的现象啊 大家理解一下 因为毕竟没有草稿嘛 打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草稿 这个视频时间比较长 这两个架子做完之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架子和这个车体 原车孔位 就是绑活钩这个位置啊 做一个连接件 这样的话 那个架子直接通过一个连接件 就可以用螺丝拧到原车的孔位上 大昆的爸爸在那边用台转啊 加工这个件 一个非标准的件 然后大昆在这儿 看这个水箱的位置啊 还有这个水箱下面抽屉的位置 做这一系列的工作 有关注我们视频的朋友知道啊 我们这个自己做了一个一台热风炉 为了给这个厂房取暖 然后这个热风炉 这个风带啊 已经从这个锅炉 一直撑到咱们房子的另一头了 那有好多出风口 一直在出热风 转过天来呢 大昆又把小舅给叫来了啊 两个老将出马了 然后把这个后置横床 这个柜子啊 给他完善一下 现在正在做的是 应该是抽拉厨房的这一侧 里面是一个重型滑轨 加上一个抽拉厨房 外面是一个装饰的面板 框架转圈都给他包上 这个咱们这个马叔买的双铁面板材 这个活啊 看起来说着没多少啊 但是你看朋友们可以注意 旁边这个窗户 就是很快就会从白天变成黑天 没出多少活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这个设计研究 不断的这个 不断的这个改进 才能有这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结果啊 你看大坤和小舅正在把这个柜子啊 就是反反复复的放在这个车上啊 比较做试验 看看有没有不合适的位置 又放上去了 然后可能一会还会拿下来 这个柜子基本上大体结构已经完成了 两个两个那个跟绑活钩两间的螺丝连接件那个位置应该也连接上了 然后现在正在做里面一些内部的这个处理 包括上面的盖板和里面那个两侧龙骨包 位置有两块立板 这样龙骨包的位置还能做一个储物空间 小舅正在下料啊 又在加工一些可能是也是一些非标准件吧 利用那个脚铁或者方管连接的一些标准非标准件用台权加工 然后做这个荷叶 现在是上面两侧柜的荷叶 整个过程比较长 整个过程时间比较长 现在看起来这个时间啊 大概应该也是在晚上90点钟了 我记着当天干到了11点半啊 时间比较晚 转过来到第二天 第二天因为封面条不够了 有关注视频的朋友知道 这个大坤买了一个封面机 这个封面机给大坤折磨了很长时间啊 它不太好用 厂家一直在说这个咱们厂房的温度低 后来买了加热盘 加热盘加热盘也不太好用 所以说最后决定 毅然决定啊 就是所有的封面那个机器封的边都不用了 还是纯手工封面啊 用了两种封面条 一种是U型封面条 大坤比较常用的 需要用KD剪 剪这个45度角 还有一种是那个平板封面条 就是咱们正常封面机用那种封面条 但是大坤要用手工给它粘上去 它是比较传统的一种 那个沾封面条的方法 以前家里打那个 打这种那个板材家具啊 都是用这种方法 先在这个板材的边 边上刷上一圈 这个筷式大胶 再用那个封面条 在封面条那个背面啊 刷上一层胶 等两边的胶都干透了之后 不粘手的时候 再把这个封面条摁上 摁上之后给它压实 再用这个修边的工具啊 避纸刀也好 或者自己做的这个工具也好 把多余的边给它修掉 它这个过程啊 其实比较复杂 那么远远没有这个 右行封面条快啊 而且没有右行封面条好看 但是因为没办法了 这个封面机给大坤坑了 所以说有些东西 就得用这个 这个平板封面条给封一下 小庄也在帮忙刷胶 女生干这个封面人的活 还是比较细致的 不像大坤比较茅草啊 但是只要耐下心 来粘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的 粘完效果还是不错的 小庄跟大坤两个人配合 沾这个封面条也是沾了很长时间啊 所以说有些活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它很耗费时间 就像有些朋友说 你改装太慢了啊 你怎么这个做工 怎么这么慢呢 是不是 其实不是啊 这个活这个工程量就在这 你比如说你要让大坤搬砖的话 那肯定是看起来很快了 因为它不用动脑子 把砖拿起来到地方放下就行了 这个东西它就不一样了 你要时时刻刻的这个脑子 一直要再转 你要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考虑不到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前面的所有东西都前功尽弃 然后要翻功 大坤在站那个位置是前面外置厨房的一个灶台 一个深 一个折叠灶台 做的是两折的 用了两组这个家常荷叶啊 结实程度还是比较结实的 然后钢丝绳 还没连接 因为马叔 没买这个钢丝绳 后期买了之后 连接好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 在视频结尾有这个展示 下面那个抽屉已经封完边了 然后就是中门这个一组高低棍 本身那个要设计的是一个平棍啊 因为好多网友也说为什么做这个高低棍 之前马叔单独给解释过一色 因为这个低棍啊 从副驾驶可以迈过去 不太费力 在一个高低棍啊 看起来好看一点 高棍这个位置可以当一个这个餐桌 低棍这个位置可以当一个插机 这样的话错落有致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 马叔这个设计 所以说呢 有些东西就是自己设计的东西还是最好的 如果是这台车是你的话 是网友你自己的话 你可以设计一个平棍 也可以设计高低棍 或者设计成一个台阶棍都可以 所以说自己的车自己决定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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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